十三节 十八章的十三节 我们来看一下 十三节 十三节 OK好 来怎么样 在这个各个民族 或者各个国家当中 打听打听 然后就是那个 enquire 是不是一样的 enquire ok 两个分业很像 对不对 分业也一样 防业也是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 没错 OK好 他所问的一个是 in开头 一个是en开头 一个是enquire 一个是enquire 一样的翻译 很难分辨 OK好 这两个字到底在 我们意义上面用的地方 你注意到在圣经 我们很少用en 我们都是用in 好 OK好 所以这个en 如果是enquire的话 enquire 这个词通常是指正式 或非正式的 就是提出一个问题来 OK 如果你用en的话 OK 那这个enquire的话呢 就不一样 in的话呢 就比较 是比较正式的 OK 所以我们正式 对en的话 比较正式 非正式的 或者是我们一般 有的人写作上 就会用那个en 但是in这个字的话 是比较正式的 所以你在法律文件 比如说你去法庭 官方的调查 或者是 比如说你像 对上帝 inquire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圣经里从来没有用en OK 谢谢老师 所以这两个 不太一样 我们尽量在 书写文字的时候 有一个不怕错的 就是你用in 绝对不会错 OK i-n qu-u-i-r-e 这个字的话 是比较正式的 询问 正式的 我们跟上帝 求告 询问 或者是我们法庭上的 OK 用的时候 这些都是很恰当的 OK 好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谢谢老师 好 老师 我和妻子呢 刚受洗不到一年 很多人都不懂 就是我想问 有些弟兄姊妹说 只要我们真正的 能悔改我们的罪过 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义人 就不是罪人 我们的灵 我们的肉体 都可以永生 我不懂 因为最多不就是 几千年前 是926年吗 926岁 怎么可以一个肉体 永生呢 你的问题很好 很多人也都会问 这个问题 不过我现在这个时间 没办法回答你 这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 上完课以后 我们最后的时候 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好 谢谢你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今天是从18章到19章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今天读到18章的10节开始 还有18章的18节 18节 OK好 18节 他们说来吧 然后让我们做计划 防定玉利民 就是后面这句 就是后面这句 关于这个律法的教会 有没有这个 the priest 不会丢掉 然后the priest 这里是指的是什么人呢 by the priest OK 然后他们说 我不需要你 然后别人的教会已经够了 不是别人的教会 OK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当时律法的教导 就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从the priest 对不对 就是从那些 这个祭司来的 祭司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在教导律法 对不对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the priest 是指那些 做这个工作的人 教导律法的那个人 这个我们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会失落 不会丢掉的 OK 他们觉得神的神殿 圣殿一直在 永远都会有祭司在那里 就像你现在街上 警察 满街都是 比如说 警察永远会有警察 OK 卖公车票的 永远会有卖公车票的 不担心 OK 所以他们 一点都不担心 我们反正 总有一个祭司 在圣殿里面 做这份工作 教导律法 但是我们就是看 耶利敏 不顺眼 我们不要他 老师明白了 他们为什么 讨厌耶利敏 你知道吗 为什么 耶利敏 然后就是因为 耶利敏 只是他们的罪恶 对 因为神把这个特别的意象 给到耶利敏 耶利敏这个人 从他们的角度看 这人特别讨厌 是吧 特别讨厌 他都是讲 以色列什么地方不好 提醒他们 警告他们 你们要注意了 接下来有灾害 把比伦到时候会把你们带去流放了 苏武牧羊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不要再拜偶像了 口口薄心的劝他们 你们真的不能这样犯罪了 这 多讨人厌了 是不是 每天都是讲我不好 那我为什么 我们就是要跟耶利敏 对着干 OK 少了一个耶利敏 没关系 你放心好了 那些什么律法的教导 那个永远都会有牧师 都会有牧者在那里坐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这个牧师 我们真不喜欢他 没关系 没有这个牧师 还有别的牧师呢 大街小巷 还有别的教会呢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可是他们没有去看 真正去看到 耶利敏为什么这么苦口薄心 他们没有真正去看明白 耶利敏真的是一位特别的先知 而且神给他特殊的意象 才有这样的见证 才有这样的文字流传下来 好 谢谢老师 OK 好 二十几节 二十节 二十节 来 我们看二十节 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说话 是吧 对 有一个是in their behalf 有一个是on their behalf 代表他们说 对 这两个分清楚 in their behalf in 是为进到他们面去 就是为他们的好处 为着他们的好处 我来说话 对不对 我替他们求情啊 替他们干什么呀 然后让上帝怎么样 小小气 你的怒火 他能够远离他们 上帝不要生气了 这个是in their behalf on their behalf 比如说我现在开一家律师事务所 我是代表我的当事人的 我代表他 对不对 我代表他 你知道很多有的时候 别人代表你 可是不见得会为你争取最大的利益 不见得是为你着想的 你知道吗 如果我是个律师 我只想赶快结案 拿到钱就好了 我有的时候不见得真的会为你着想 有些律师还会跟对方的律师联手 哎呀赶快叫你的当事人结案就可以了 咱俩都拿钱就没事了 是吧 所以on their behalf 跟in their behalf 你怎么记呢 in their behalf 要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去 真正是为他们说话 为他们的利益 所以是in their behalf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 十四姐 好 thank you very good 很好的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分享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在读经的时候 你们遇到的 有没有发音 或者是语法 或其他方面的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了 老师 嘿 请说 二十一节 就这一节 OK 好 那是不是 这些都是排比的句式 什么 给我 Give over hand over 对啊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Give over 就是交出 是吗 Give over to 跟hand over to 几乎差不多的意思 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把他们的小孩 交给什么 交出去 交给饥荒 交给饥荒的意思 就是让他们的孩子 去承受饥荒吧 让他们去饿吧 去饿死吧 是不是 Hand them over 是整个也是一样 Hand them over 也是交出去 把他们都交给谁 孩子是饿死了 大人呢 Hand them over to the power of the sword power of the sword 是刀剑的力量 OK 把他们交给刀剑的力量 那就是怎么样 该死了 要被刀剑给砍死了 OK 好 后面的也是的 Let her be made Let her be part Be made childless and widows childless 是什么意思 childless 无子女的 没有孩子 OK 生不出孩子 当时就业时候的观念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孩子 这是最大的悲哀 是不是 而且还做什么 Let their wives be widows 让他们变成寡妇 丈夫死掉了 就变成寡妇 在那个时代 女人没有生活的能力 经济的能力 所以一旦丈夫死去之后 她就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生活马上就没有着落了 就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了 这都是很可怜的事情 Right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用 be made的呢 用比后边加其他动词 是吗 No OK 这个地方是这样 Let their wives be made childless 然后第二个句子是 Let their wives be widows Right Be widows 你没有问题 就是逼动词 让她成为这个 widows 对不对 成为寡妇 be made childless OK 指的是变成这样的人 OK 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 比如说 我使你膝下无子 我使你 什么 比如说 有的人很可怜 使他这个什么 没有后代 使他或者是 变成残障 什么 这个made childless 就是指说 使他生不出孩子来 没有孩子 became呢 什么叫became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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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e是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become通常是 他本来是怎么样 后来又变成什么样 比如说他本来很美 变成很丑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childless 是说 我就让你成为 没有孩子 这个没有办法变 对不对 你本来有孩子 后来变成没有孩子 OK 所以是 be made childless 比较合理 那后面这个 be put to death 不用put to 可以吗 就be death 可以吗 这个是一个习惯说法 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put to death 现在把它拿出去 抓出去杀了 OK 这个是一个习惯的用语 put to death 在圣经很多地方都用 put to 被处死 比如说put to death 23节 好23节 blot out 这是习惯用法吗 你说plot怎么样 对 blot out 和out 是词诅是吗 blot out 第二行这个blot out blot out 是抹去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 没错 blot out blot out their sins 这是抹去他们的罪 所以他是 do not blot out their sins 所以他是要神 不要抹去他们的罪 不要原谅他们 不要抹去他们的罪 OK 所以他是希望 上帝要惩罚他们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可以请说 讲一下那个 十八章十二节和 十一节和十二节里面的 两个词 OK 十一节里头是 H1OU 这个 还有十二节里是HOS 我先关一下脉 有点吵 OK Each 前面这个地方是 Each one of you 你们每一个人 Each one of you Each one of you 如果他做主语的话 比如说 Each one of you need to buy ticket 每一个人都要去买票 你们现在 现在这里有十个人 通通逃票 Each one of you 所以他是当成 第三人称 单数来看待 Each one of you 你们每一个人 他为什么在中间 插进这个 十一节这个地方 为什么插进 Each one of you 这四个字呢 他说 Turn from your evil ways 对不对 他要你们离开 你们要离开 你们这些邪恶的行径 OK 然后怎么样 要改正自己的 所走的路 要改正你的行为的作为 OK 但是中间 再强调一下 Each one of you 我说的是 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这样做 每一个 比如说老师提醒大家 各位小朋友 中午一定要吃午餐 中间再加上一句 我说的是 每一位小朋友 我们班上的 每一位小朋友 OK 所以这个Each one of you 就是一个 加重语气 在提醒他们 OK 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先洗手 再吃饭 比如说跟小朋友讲 我说的是 每一个 你们每一个人 Each one of you 就加在中间 就是特别提醒了 十二节里面 也是一样 Each of us Each of us 是当成 只要你看到Each 就是当成 第三人称单数看待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要怎么样 他们这些人 都是 都是随着自己 邪恶的内心里面的 这种顽固 顽名不化 每个人都是这样 不听上帝的 OK 所以他就讲 Each of us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都这样做 好 所以这个是当成 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后面 His evil heart 就对上了 是吧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明白了 老师 我再找一找 好 好 看看别人 有没有问题 一起来研究 老师 真老师 你说 这个19章 今天 把的那个 三节四节 19章的三节四节 19章三节 来看看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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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小敏 没有声音吗 这个 Tingle 这个 Tingle Tingle 是什么意思 Tingle 对 耳鸣 耳鸣 OK 什么叫做耳鸣 什么叫做耳鸣 就听不见了 耳鸣是会嗡嗡响 对不对 不是 不是就是 不是完全听不见 是会嗡嗡响 是会刺痛 你知道吗 耳鸣严重的人 是很痛的 什么东西 到他耳朵里 通通放大 比如说 现在外面 有人吹口哨 我听起来 就是耳鸣 就是 不是龙掉 不是龙的意思 而是那个声音 整个放大 到我没有办法忍受 别人都可以忍受 那个人就是唱唱歌 吹吹口哨 到我耳朵里 可能是 十倍 响的声音 所以叫耳鸣 就是到了我耳朵里 嗡响 这样子 而且想到会 触痛到我的耳神经 我都头痛 痛到没办法忍受 这个叫Tingle 好 你声音太大了 就是这个 对 他就是 就是影响到 他的神经 我不知道原因 是为什么会Tingle 这是什么病 但是我 我听说过 有这样子的 很多老人会这样 同样 我们能忍受 能承受的 一般 小鸟叫 或者是外面 风吹草动 什么 到他耳朵里 他就是觉得 那已经放大 十倍的声响 所以会影响他 头会痛 Tingle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嗯 你真的明白了 老师 好 我再找找 谢谢老师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哈哈 有研究中医 他说是 圣 圣阳 虚惠尔明 OK 谢谢 谢谢 不是很懂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还有那个 十八章十五节 有个by bypass 十五节 我们看一下 bypass bypass in bypass OK 所以这个bypass 是什么 什么意思 是大路吗 是大的路吗 是吧 对边 是 是 比如说你走旁边的那种 小道 小路 叫bypass 不是那种大的路 比如说 我去他家 明明走这条大路 一直走就到了 我不想 我怕遇到他 或者是我 我必须经过这里 我就绕一个道 走个旁边的小路过去 这个叫bypass bypass 还有一个很像的字 OK 这个bypass 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写到后面 另外一个是bypass OK 这两个字分得清楚吗 OK bypass bypass 是什么意思 有经过的意思 他是路过 还经过 OK bypass的话 P-A-S-S的话 是绕过去 我们是不是常常有那个心脏 有没有 心脏有个手术 叫什么 心脏旁边绕道的手术 平达桥 对对 叫达桥 中文叫达桥 OK 英文就是bypass bypass 没有 几乎没有其他的bypass 我们口语上聊起来 他爸爸昨天做了一个bypass 不会有人问哪里bypass bypass一讲出来 就是心脏的那个打桥 就是心脏的打桥 我有一个同事 同时做三个打桥 这已经是极限了 这已经是极限了 医生已经告诉他 就是如果这个不做的话 这个没有活路的 非常危险 bypass bypass 好 老师那这个bypass吗 就是刚才这个圣经经文里的这个 这个是指旁边的小道 走旁边的路 旁边的路 bypass 发音不太一样 path ph 是一个弃音 ok 我刚刚打在后面那个很像的发音是bypass pass right bypass 这个挺不好问的 听起来有一点 但是他们两个不会分不开 因为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 不太一样 in bad pass walk in bad pass 就是不走大道 不走正的道 就是走旁边的小道 绕过去 这个意思 然后还走什么 on roads not build up 那个路没有修好的 可能都是黄土路 泥巴路 对不对 人家那个路都没有铺柏油的 没有弄好的路 那个叫做 roads not build up 这个指的是什么 就是老百姓 以色列的老百姓 居然忘记神 ok 当然不是忘记 他们就是故意 对不对 就是邪恶 他们居然去像这个 其他的偶像神 假神 手相 献祭 所以 他们走的这条路 是要把自己奔倒的 他们不走大路 他们走的是旁边的小道 那个路都没有铺好的 他们去走那种路 这个就是不对的路 对吧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哎 对了 enog的中文比我好 旁门左道 没错 旁门左道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他旁边说on road 在大路 这个bypass在路边 on road就是比较大路 正经的路上 大路上 所以这个是借词的问题 walk in bypass walk on roads ok 走在什么路上 你说为什么不用walk in roads ok 这个就是习惯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很难分得清楚 ok 所以是 你要这个你必须要花点精力 就是把它记起来 bypass你要用in ok roads你要用on walk on roads ok 比如说你打电话 哎 下午两点钟要烧烤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呢 I'm walking on roads right 我走在这个路上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 同样的道理 另外一句话 我现在正在路上来 我马上就到了 I'm on my way 有没有 on my way 是不是要用on 是的 不用in I'm on my way ok 还有一种 这个 抽象的用法 我现在正在往 总经理的路上走 哎呀 我现在是个副经理 明年后年 我就要升成总经理了 I'm on my way to be a general manager ok 所以 on my way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那个十四节 十四节 我们看一下 十四节 来 怎么样 这个 rocky slopes 这个是 sl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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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 slopes 是什么东西 之前讲 那个斜坡 它是一个斜坡 它是一个斜坡 一个坡 就可以叫一个slope slope 任何有一点点坡度 有点斜度的 你都可以叫slope slope 这条路 有一点斜 有一点坡度 我现在上不去 这种都可以叫slope 它是rocky slope rocky slope 你想想看 rocky是大的盘石的 那种盘石上的slope 你觉得怎么样 那个很不好走啊 非常不好走 是不是 非常不好走 我们的人的脚 就不是 不是那个结构 走是非常难走 他现在讲的是说 那个 黎巴嫩的山上的雪 这个snow of Lebanon 就是 那个地方就是 常年积雪的 ok 你记得吗 当初谁呀 扫罗有没有 扫罗要建这个 不是扫罗 是扫罗吗 这个 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要建这个 建这个圣殿的时候 建圣殿的时候 他那个黎巴嫩 都是产什么 上好的松柏木 对不对 他要建圣殿的时候 那种上好的松柏 都是要从 黎巴嫩的山上来的 所以你就知道 黎巴嫩那个地方的地形 是怎么样 不是热带的哦 他的地方是寒冷的 是不是 ok 松柏长的地方 都是有雪的 他现在讲 黎巴嫩的这个雪 山上的那些雪 就像喜马拉雅山 他上面的雪 是常年都是雪的 是吧 像那个朝鲜的白头山 白头山也是怎么样 常年都是积雪的 这种有没有可能 消失 vanish 有没有可能就不见了 就没有了 雪有可能没有吗 不老师 这消失不了啊 对 这个地方就是 常年积雪的 ok 那个地方就是 常年积雪的 所以他说 有可能消失吗 vanish vanish就是一下子 一眼之间 ok 一下就不见了 叫vanish ok 所以这些地方 黎巴嫩的这些雪 他有可能 那个山上肯定都是 大石头 有大斜坡 对不对 都是很危险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可能 雪一下就不见吗 不会的 ok 不会的 还有那些地底下的 那些冰凉的水 ok 这些水也不会一下就没有了 就不流动了 不会的 ok 大自然这些东西都是 常年存在 都不会就没有了 是吧 那怎么会我的老百姓 一下就忘记我了呢 然而 所以这个yet 就是语气 马上就转换了 然而我的百姓 他们都已经忘记我了 他们就开始 已经在烧 给那些假神烧香了 这些偶像神烧香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在比较 ok 十四节跟十五节的时候 是不是让 让人非常心痛 是吧 让神说 你看 这些 这些人 山上的这个冰雪 哇 都是常年的积雪 这些水也不会一下就干涸了 可是我的老百姓 对我的 怎么样 他们就忘记我了 又没有情谊了 是不是 这个是让神非常难过的事情 他们转头 马上 以前我是他们以色列的神 现在他们呢 都已经去摆偶像神去了 这个是让神非常痛苦的 是不是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那个十四节 那个 ever 就最后这个ever 是不是 加强语气 对 没错 ever ok 他能够这样子吗 ok 他 像他翻译成 岂能 ok 这个很不错 就是 ever 他曾经这样过吗 他曾经能够 能够停下来 就不流动了 能够干涸了吗 有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也许那些水 有的时候水到 这个流的那个水的河道啊 或者什么水流 有的时候会少一点 对吧 什么 我不晓得 冬天或者是什么时候 水可能少一点 但是夏天 春秋 什么春天 夏天的时候 哇 那个水是一定是很 很丰沛的 对不对 我们到郊外去看那些 西水 河水 那个时候 雨雪如果是融化了以后 大量哗哗哗的水流下来 不会就干涸掉 就没有了 是不是 这是大自然的现象 对 所以神教导老百姓的时候 就是用这些 很很简易的老百姓 简单能懂的 这些大自然的 大自然都有 长存这些自然的现象 可是 这些老百姓 这些 以色列人 他们对神的感情 他们居然就能够 转头就开始 拜起了偶像神了 这个是让神非常痛心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他这里一个 从远的那个地方 远的那个源头 对 遥远的源头 水是非常奇妙的 水有的时候 那个水流 他有可能是从几千里以外的 那个是他的水源流过来 OK 而且有的时候水 他会走地下的河道 地下的溪床 你地上看不见 可是你从这里 哗 我们家后院 冒出一个泉水来 这个泉水 有可能是几百公里以外的 那个源头在那里 从那里可能走过地下的水道流过来的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sources 就是他的来源 OK 指他从什么地方来的 distance sources 就是远处的 远处的来源 好 老师 这个sees 怎么能够记住他呢 好难记他 sees 很容易记到 你看那个 那个什么战争片 警匪片 警匪片 不要再开枪了 叫大家都 停下来 警察说 马上那个 那个被抓的人直 马上要出来了 现在 全部停火 停火怎么说 就是现在 sees the fire sees the fire right sees the fire f-i-r-e right sees the fire sees the fire 不会讲 stop the fire 为什么 为什么 熄火 sees the fire 跟stop the fire 是有什么不一样 fire是指他们 开枪 这个 枪 极 那为什么要 sees the fire 为什么 警察都不想 不讲 stop the fire 为什么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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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stop stop 也是停 停止 停 然后这个停 跟那个停 此停 与比停 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人知道 stop stop的意思 是有暂时性的 停下来 stop ok stop stop 你不要动了 好了 不要再往前走 但是他等一下 可能又继续走 对不对 ok 所以stop 有这个意思 sees是什么 就是永远停火了 不要再打 全部停下来 都不要再开火了 对不对 都不要再开火了 sees就整个 都放下来 都不要再开火了 现在人质 马上从里面 你看他举双手出来 他要投降了 所以我们就 都不再开火了 sees the fire ok sees the fire 而且还有一个 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用 用sees 不用stop的原因是 stop 你再远一点的距离 比如说我们 有相距几个公尺 几公尺 这个距离的时候 我讲 stop stop the fire stop the fire 容不容易听得清楚 你们去比较一下 sees the fire sees 这个音 sees 跟stop stop 哪一个比较清楚 sees sees the fire 因为它是一个长音 一拉 听得非常清楚 stop 在远距离 我们现在近距离 很容易听得清楚 但你当远距离的时候 不容易听得清楚 那警察 法制人员 配枪的人 他的工作 他要下口令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 简短 有力 而且不会被误会 这是语言本身的问题 OK 语言本身的问题 所以呢 所以就像我们讲 那个什么 Hands up 手举起来 我们就直接讲 Hands up 我写在后面 Hands up 我们不会讲 Please Have your hands up 我不会讲这样子 警察的 口令都是 简洁有力 Hands up OK Get down the floor Get down the floor Johnny 趴在地上 OK 人躺在地上 不要动 Right Don't move 这种句子 是不是都简洁有力 Don't move Don't move your body OK 你觉得有力吗 警察讲这个 一点都没有力 所以警察讲的东西 一定要非常有力 Seize the fire 他那个 一定拉得很长 就会让你 绝对不会有 听错的机会 Stop的话 很容易听错 如果你远距离不容易 所以一般警察的口令 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用 Seize 这个字就是这样子 在这种地方 你可以看警匪片 爱看警匪片的 OK 这些就知道 这个Seize 常常用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呢 16节 16节怎么样 这个object 这个单词 An object Object Object是一个名词 是不是 An object Object是什么东西 Object是什么 Object就是东西 就是一个物体 OK Object Object就是一个东西 一个物体 An object OK 我半夜从家里面 开车出去 有一个东西对我撞来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An object An object 成为一个东西 OK 成为一个物体 一个东西 一个物体 叫Object Object 我们在句子里面的 宾语 宾语也是叫 Object 这个字 好 它是一个 成为一个什么东西 Their land 成为一个什么物体呢 An object of Lasting Scorn 常常让人家怎么样 Lasting Scorn 什么叫 Scorn 吵笑 让人家嘲笑 让人家看不起 让人家蔑视的东西 OK 它就成为了一个被人蔑视的物体 轻蔑 就是看不起的东西 鄙视的东西 但是它这个东西又lasting lasting score 一加lasting 表示怎么样 加了lasting 什么意思 持续 持续的 常常就被这样子 一直被人家嘲笑 而不是嘲笑 一天两天 两小时 两分钟 就一直被嘲笑的 lasting score OK 好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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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口 打出来 打出来 打完一口 没错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这个16节 这个appiled 这个讲 appiled appiled 两个音节 对不对 APP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惊讶 惊讶 惊害 它是被 惊害 是不是appiled OK 好 所以被 被人家 这个地方讲的是说 经过这个地方的人 都会被 be appiled OK 都会很震惊 OK 哇 怎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OK 虽然你常被耻笑 你常常被人家轻蔑 看不起 对不对 人家都会因此而觉得说 哇 这个怎么 怎么会这样呢 很震惊 很反感 这个震惊 不是好的震惊 这个震惊 通常是反感的震惊 appiled 都是反感的 嗯 比如说你看到 假设 有人是看不起 穷人的那种 看不起什么什么的 哇 我到印度去 哇 居然有人穷到这个地步 这个是一种反感的震惊 OK 反感的 OK 比如说贪污 他看到一个人贪污 哇 很反感 这个人 怎么能 一贪 贪污 5000万人民币 这个是反感的震惊 OK appiled I will shake their head shake their head 怎么样 这中外的反应都一样 肢体的语言 摇头 什么意思 不赞同 不赞同 不理解 对不理解 哇 怎么这样的这个人 这样子 appel and shake their head 好 他们其他的问题 老师 你刚才那个 hand up 什么意思 那个没看见 在哪里 hand up 要举起手 警察说hand up hand 要hands 要加s hands up 如果你讲hand up 他只举一只手起来 No 我要你两只手举起来 你知道警察为什么要你两只手举起来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怕你反抗 因为手 两只手是投降的意思 OK 手是别人对你造成威胁 最大威胁的东西 OK 你手如果让这个人插在口袋里 放在裤袋里 他有可能一掏出来就是一只枪 所以要他hand up OK 手一举起来 OK 我就可以看得到你手上有没有什么东西 手上是不是握着刀啊 藏着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就是检查他的武器的问题 OK 在美国如果警察 叫你pull over 比如说叫你路边停车 警察要来跟你讲话 或者查你的驾照什么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手要放在哪里 你的手 背后 OK 你的手要两手握在方向盘上 OK 十点钟 这个是应该什么 十点钟跟两点钟的方向 OK 如果一个中面的话 十点钟跟两点钟的方向 你的手应该握在方向盘上 OK 那如果他再靠近你 他说 他觉得你还是很有 因为手放在头上也不安全 你知道 你有没有看警匪片 手放在头上之后 有的人 有的人 女人头发长 他可以在头里面 头发里头 长个什么东西 长个刀啊 不安全 你们不会想这么多 警匪片看多了就知道 所以当那个人 把手放在衣服里面 口袋里面 裤子里面的时候 或手放在下面 OK 这些都是会让警察 非常不安的地方 所以他一定要让你 如果他让你站在车子外面 比如说站在一个户外的话 他一定要你手 两个手举起来 手掌打开 你手掌打开 我就看得到嘛 你手上没有拿武器 对不对 So hands up Hands up Get down the floor 比如说 Get on the ground OK 叫你到地上去 OK Get down the ground OK Get down the ground 叫你怎么样 人整个到地上去 发起来说 OK 或者他叫你face down 脸朝下 或者是什么face up 或反正他 你要听他的命令 都是非常简洁有力的 OK 就像我们的 cease the fire 很简单 每一次你们看到那个 警察说停火了 不要再被射击了 就是cease the fire 这一句 绝对不会用stop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二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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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二十一节 好 二十一节怎么样 二十一节 这个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对 那就是 那个 Let their wives be made childless be made 这个地方 还是有点 他们的妻子 不能生孩子 对吧 为什么用be made呢 made 神让他们的 神让他们的 所以be made 让这些妻子 对 神让他们 是不能生小孩的 那为什么用be made 还是不太会 OK 他一定需要一个be 他需要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是be be动词 就是be动词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I am you are they are he is 这种都是表达 他是这种状态 比如说 I am an officer 我是一个 一个什么官员 我是个警察 好了 I am a policeman right police woman 好 I am 就表达我的职业 我的 我的状态 是什么东西 一定要用个be动词 对不对 所以 他要他们这些太太 他们的老婆 都变成后面这种状态 什么状态呢 be made childless OK be made 表示他是怎么样 被动的 他是被变成 没有孩子的 然后 be动词 还可以用后面的widows let their wives be widows oh 这样子 right 所以 be动词 真正的意义 I am you are he is 是指 这个人的状态 是什么 he is 比如说 我们说 he is sick 他生病了 he is sick 他的状态 就是生病的 she is beautiful 他是很美的 这种状态 she is beautiful 所以 be动词 主要就在表达 这个人的状态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老师 OK 好 第四九章的五节 有个mission 你觉得 那个 mi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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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 not mention 我没有提到 神说 我没有下命令 command 是我没有吩咐 你们做 没有下命令 I did not mention 是我连提都没有提到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nor did it enter my mind 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到我的心里 就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 嗯 对 去把孩子拿去烧了 OK 去献给神 我们的神 耶和华神是什么 是爱的基础 是不是 是爱 是爱 地图讲的就是爱 神怎么会说 把你们孩子都烧给我 表达你们 看你们有多爱我 烧一个的很爱 烧五个的最爱 烧十个的更爱我 no 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 所以他说 something something是一个代名词 指前面这件事情 这样的事情是 我没有下命令过的 我也从来没有提过 我什么时候教你们这样做过啊 从来没有提过 然后他连 从来没有进到我的心里面去 我的心意里面去 我就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你们自己搞出来 你们自己雕的偶像神 磕个石头 磕个木头的 哇 你们居然想出这种办法去拜这个神了 办这个偶像啊 这是多可怕的事情 是吧 嗯 是 老师 你再看一下第一节 十九章一节 一节 我们看一下一节 好 一节怎么样 take alone take alone along 什么东西along walk alone take alone sing alone ok 这个alone到底要干嘛 一起吗 是不是一起 就是一起去的意思 along 一起去 right 是不是 所以 sing alone 是什么呀 什么叫sing alone 一起唱 一起唱 ok 你那个sing alone 比如说什么地方用sing alone 合唱 合唱 sing alone sing alone ok 好 还有呢 还有什么呢 sing choir 就那个合唱团不就这样了 他们就一起唱 ok along是 沿着 顺着 顺着 这个一起去 right walk alone 比如说 我就顺着这个往前走啊 你就walk alone 你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一直走 沿着这个顺着这个方向一起去 叫walk alone take alone呢 是什么 一起带走 拿走 带走 一起带去 对不对 他叫你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顺便带着这些一起去 right 他叫你把这些老者 这些长老都给带去 ok 就是中文有一个叫什么 你把这个烧过去 是不是 提手旁的烧 take alone 对 烧过去 ok 顺带就把这个给带过去了 把人带过去 把东西带过去 我这里写一封信 你把这封信顺便给我烧过去 就是你要去做那件事情 顺便把这个也带过去了 所以他叫他说 把这个什么淘土的罐子 对不对 一起带过去 ok 瓦瓶子一起带过去 那你去的时候 顺便把那个长老都带过去 把祭司里面的 年纪大的长老的也带去 so take alone sing alone sing alone怎么样 什么叫sing alone 你们你们学过sing alone吗 是一起唱吗 随着唱吧 应该是随着唱吧 ok 你们听过 karaoke吗 karaoke 半唱 有没有半唱 半唱 那个就 sing alone 那个中文怎么讲 就是sing alone 就是sing alone 跟着一起唱啊 画面上邓丽君在唱 底下有字幕 然后有那个红点点 一面跳 一面跳 只是你的节拍节奏 你就sing alone 跟着唱 sing alone ok dance alone 一面跳 跟着去 是不是 跟着跳 dance alone 很多东西都可以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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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 alone speak alone 跟我们一起说 yeah that's right speak alone 字幕上 比如说 我现在给你看一个视频 让你做对嘴的 像配音一样 字幕都打上去 你就跟着一起说 对不对 speak alone speak alone so alone along 就是一定要 跟着一个什么东西 顺着一个什么东西 沿着一个什么东西 去做 一定有一个范本 或有一个什么指示你 你就这样子照做 这样子 哎呀 老师把这讲活了 我能想到 简单粗暴的方法 我的讲的都是 简单粗暴 ok 感觉我们再看到 什么什么along 我们自己就会翻译了 对 是 老师那个第三节 第三节 ok 我们看第三节怎么样 最后 第三节 最后一个那个单 是怎么做 tingle吗 我们刚刚讲很久 tingle啊 tingle就是耳鸣 耳鸣 让你会刺痛的感觉 叫tingle ok 比如说同样的声音 现在小鸣 现在小鸟叫 我们听到都很愉悦 但到他耳朵里就放大十倍的音量 所以他会头痛 这个叫耳鸣 鸣就好像有个东西在里头叫 那在这里是什么个意思呢 就是他的耳鸣的意思 就是耳鸣啊 让他们的耳朵耳鸣啊 但是听得到 听得到这个声音的人 他们都耳鸣 您是医生吗 老师 我不是医生 那你咋知道是十倍呢 ok 我这个是比喻 对不起 我把这个话说回来 是个比喻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耳鸣的人 他听到的声量 是已经到了家很多倍 好像让人很不舒服的 他的显出来的症状就是很不舒服 他感觉刺痛 但是我们旁边的人都说 没事啊 我们听得好好的啊 就小鸟叫呗 风吹呗 是不是 ok 可是听在他耳朵里 他就觉得 还有有的老人会觉得耳朵里面 嗡嗡嗡叫 他总是觉得有个声音在响 这也是tingle 这个词通常用在哪些方面呢 我看那个字典好像说 好像兴奋啊 激动啊 好像这个意思 他主要就是描述一种生理的状态 tingle ok 你已经达到让你刺痛难过的感受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tingle 那那个如果是感染难受 是不是也是tingle吗 如果 ok 这样子 如果感染让你里面产生耳鸣的话 是你可以用tingle 让你刺痛的话你可以 ok 他那个妻子感染 他不是这个 他感染以后 他就是起不来床 包括打第一针新冠疫苗也起不来床 然后感染以后 他是整整一个月才转移 然后就是特别怕冷 也特别怕热 以前根本不怕冷不怕热 这样呢有时候精神也不太好 所以基本上tingle就是在你生理上产生一些非常刺痛 很不舒服 最常用的地方就是耳朵 耳朵这个耳神经 因为连着脑对吧 好 你已经产生刺痛的感觉 我们就用tingle这个字 关键是他现在感染我们都是记忆力不如以前 眼睛也没有以前好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都是这个 OK 这个字是很主观的 说话的人本身他感受到了刺痛 他觉得已经到OK 就是让他很难受的这种进步 他可以用tingle 他来描述 OK 不懂这个tingle 反正我们是那个脑袋不太没有以前好用 眼睛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因为以前就是把那个大字版的圣经送给大家 我以为那个小字版的我都能看得清 就现在也都经常看不清了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是第一节 第一节什么问题 第一节 第一节讲讲这个jar这个东西 jar jar就是一个有深度的东西 OK 比如说装水的罐子 有没有在雅各井旁边的时候 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是不是 那妇人在那里打水 妇人在那里打水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什么 那就是一个jar 那就是一个jar OK 所以jar通常是一个有深度的东西 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都是装水的 有时候你去餐厅 如果你想喝茶 他也许弄一个冷的茶 我不晓得你们国内有没有这样 冷的茶 他装一大壶 因为你们这一桌可能十个人 他装一大壶的茶 或一大壶的果汁给你们喝 这个就可以叫jar OK 装糖的罐子可以叫jar 我指的糖是那种 美国常常有一个比较深的罐子 OK 里面放的是那种 我们平常吃零食的糖 比如说巧克力啊 棒棒糖啊什么东西 你放在一个深的罐子里面 手要伸进去拿出来的那种叫做jar 所以就有所谓的candy jar candy jar OK 小孩吃的糖 有个故事就是这样 小孩手伸进去要拿糖 可是呢 他抓了一大把 他不肯放弃他手里的 他如果只拿一块糖的话 很快手就可以拿出来 因为他抓了一大把 结果怎么样 拿不出来他的手了 这个就是candy jar candy jar 糖是指那个种气瓶是比较 度大口小那种是吧 不一定 有的时候是直筒的 比如说我浇水的罐子 有时候是直筒的 这个也是jar 那个那个气瓶大小 就比较相对来说大一点 是吗 也有小的 不会太小 不会太小 就像你装水 你不会拿一杯水去井边打个水 那个不能叫jar 那是一个cup 对不对 你一个人能喝的分量 那是一杯 那是cup 但是如果你是打一些水 是要回家用的 那个是jar 好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还是在第一节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后面 他说的order 后面的off 就是因为这一次 后面的off 等一下 我先停一下 OK好 请说 来 就是我想说这个end 后面的off 就是我觉得我们平时在说英语的时候 可能会把这个省略掉 但是我发现经文的时候 他说比如说是这个人当中的长者 还有记字当中的长者 他都要把这两个戒字全都要放上 他这是一些特殊的用法吗 还是说 没有特殊啊 这很平常啊 比如说 sister OK 这个人是 比如说这是 怎么讲 比如说什么东西 我的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学校的 我们学校的学生 she is a student of our school off 是不是要用一个off 我们学校的 比较大的那个东西放在后面 我们学校的 比较小的放前面 she is a student of our school 所以这个地方 the elders elders of the people 就是人 老百姓中 年长的 right 比较多人 多的 量大的 放到后头去 就是老百姓里面的 年长的 叫做 the elders of the people 后面这个是 and 减省了 the elders of the priest 所以是 祭祭里面的 年长的 都给他带过去 对 这个我是明白 但是我在想 为什么后面 and off 这个 第二个off 它不省略掉呢 比如说 你注意听 OK 什么什么 off the elders of the people and 后面这个 其实原来是 the elders of the priest 如果你把这个off 省掉的话 会误以为 and the priest OK 哦 变成 all elders 的同位了 是吧 that's right 那就会变成 你把所有的祭祀 都给我带去吧 OK 我刚才想的也是 比如说 Anna is a daughter 比如 她是我和你的妹妹 那可能就是 ulc 是 对 但是这个 那我懂了 老师 谢谢 谢谢 这样理解 所以她不会把所有的祭祀 都拿去 她只带 里面年长的 长老的 带去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Jenna是好 你好 你来了 怎么样 这个 后面这句话 take along some of the elders of the people of the priests 这个 elders 我能不能用senior senior elders跟senior 对 senior 那个不行 我觉得在圣经里面 一般都是elder senior 是这样 有的人senior 但是不elder 有这种状况 senior常常指的是 资格老 资格老 我在本单位 我从 提开水开始做起 对吧 小员工开始做起 我16岁就进这个单位了 我很senior 但是我年龄大 我不是elder 对不对 elders 就单指的是年龄 年长的 年长 年长 对 但是我查了下 这个 这个长者的话 他可以 用elders 也可以用senior 可以 看看怎么样讲 在一般来讲 教会的长老 或者我们圣经上的这种 我们一般都用elders 我们很少用senior 因为senior 很容易给人家阶级划分的感觉 哦 这样 你junior 你才来两年呢 我可是senior 我来了五年了 right 比较有这种感受 对 senior就指的是 知生的意思啊 对 但是我跟你讲 有另外一个情况 是我们故意要用senior 好听 叫senior citizens senior citizens right 我们再讲 老年人 OK senior citizens 我写到后面 senior citizens 是什么东西 就是知识的 知识社里 OK 对 这个其实就是指老年人 对不对 对 真的是 对对对 就是指老年人 OK 可是现在的情况来了 他是资深公民 OK 但是要是在讲 老年人的时候 你说老年人 可以买这个票 减免百分之五十 或者是票什么的 但这个时候你说 你们这些elders的 这些老的 都可以免费 你这一听 大家都不乐意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不想显得他年纪大 是 这好像显得是 这个不太礼貌 对 那但是我说senior citizens 因为citizen是一种身份 OK 那表示你做这个 这个国家的公民 已经做很久 对不对 很久了 就是有资历的 对 就是你很有资历的 就不要 不要去避讳 不要去谈人家年纪的问题 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用senior 是不错的 是 所以说这个 我想到这个senior senior它就是 隐含着这个 有这个级别和资历 和这个 和这个高低这个意思 和层级这个意思 比如说一公司里面 他有senior manager 是吧 senior manager senior manager 就是高级经理 是不是 有一个junior 有一个senior junior 对 就是有直等的划分的 OK 像现在这里有senior apartment senior apartment 是给老人住的公寓 但是如果你现在一讲 所有elder's apartment 一听他就不乐意了 你就说 对 不乐意 这是心态的问题 但是你讲senior apartment 就 懂英文的人就觉得好听 是 就觉得没有 公寓管理 对 就像江老师以前 解释两个词一样 一个poor 一个是midi 是不是 对 对 这一样的 你只要说人家poor 人家就可能不能一听 说了midi 就觉得 觉得这个好像 比较好听一些 这样 对 所以 这里是有点学问 但是在 带这些人去教会 祭祀 什么 这个elder是 在犹太人里面 elder是 是有点意义的 OK 他们很尊重 年纪大的人 尊重长者 OK 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OK elder elder right 好 谢谢老师 thank you 好 很清楚 很好的问题 OK 好 再看看 谢谢老师 好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不然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圣经 圣经工程了 OK 老师 不认这个people也行 people怎么样 people怎么样 你说什么 Niaomi 老师 这个elder 已经是长老了 他后面还加了 of the people 这什么意思呢 是老百姓的长老 老百姓中的长老 老百姓里面的长老啊 对不对 of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所有格的意思 the people's elders right 是老百姓里面的长老 the elders of the priest 是指祭司里的长老 the elders OK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今天的圣经工程 看看圣经工程 OK 我们昨天讲到了 Gideon 对不对 现在讲到这几位 前面三位 我们已经知道 三位试师是 bloody stories 对不对 很血腥的 OK 打了很多仗 死很多人 OK 好 后来讲到这个 这个人 OK 这个人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 Gideon这个人 他这个人呢 他居然带了300个人 就打败了人家 这个米店人的 一支大军队 是不是 only 300 million carrying torches and clay pot 就拿着火把 跟这个 陶土罐子 人家就 就打仗了 就打赢了 太厉害了 那这个人的缺点 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 说这个人 胆小 是不是 懦夫嘛 对不对 cower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什么叫 nasty temper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 nasty temper 可不可以 凑皮气啊 哈哈哈哈 nasty ok nasty temper 不是好的话 nasty nasty temper 通常是 让人讨厌的 这种脾气 叫nasty nasty都是让人讨厌 绝对没有 OK 比如说这个人 he is nasty 他怎么样 他让人讨厌 我们都不喜欢他 nasty ok 你刚刚讲的话 nasty your words are nasty 你的态度 your attitude is nasty ok 所以 所有的这些 都是可以用nasty 这个字 让人讨厌 不喜欢的 nasty 我们之前不学的 是用的detestable detestable right nasty 比较偏向口语 nasty 比较偏向口语 nasty 我们口语常常 你比较少听到detestable 在口语里面 写作 是的 但是我们平常口语说 张三 一讲到张三 没人喜欢他 he is nasty 这人就让人讨厌 nasty OK 好 现在讲的是 人 可以讲nasty 他的情绪 他的行为 他的动作 他的态度 都可以讲nasty 好 这个人有一个nasty temper temper是指他的脾气 所以他脾气好不好 不好了 不好了 OK 好 所以he murdered 而且这个人还杀了 murder 什么叫murder murder 普通的kill murder是什么意思 谋害的 谋杀 谋杀 也就是说你预先计划好的 OK 下午两点钟 我要杀这个人 我故意叫他到街的那边去 刚好就有辆跑车冲过来 蹦 把他撞到 OK 这个叫murder 有计划的 不是意外的 he murders a bunch of 什么叫 a bunch of 一树 一群 一树 一虫 a bunch of 是什么 在这里是指什么 一群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这个地方这个字好像有点问题 israel israelites 可能后面那个a 那个e 可能错 对 对 a写说了 israelites israelites OK 好 他杀了 a bunch of 在这里是指一群的 fellow 什么叫fellow 这里为什么要用fellow fellow 是不是那小伙子啊 嗯 用什么 为什么要用fellow 不是什么好人 fellow 没有 你看到那个 什么人站在台上演讲的时候 my fellow chinese 这什么意思 我的同胞们 同胞 我的中国同胞们 我的兄弟们 是不是 兄弟们 my fellow professor 比如说我也是 professor 我也是教授 哎呀 我的教授同胞们 教授同僚们 咱们都是 做一样工作的 好近乎嘛 my fellow professor my fellow teacher 咱都是做老师的 各位老师同僚 同行们 OK so fellow 就是跟他 差不多 一样地位 就是他的同胞 Abond Jov 就是一群的 fellow Israelites OK 一群的 以色列同胞 他杀了一群 OK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哦 这些人为什么杀呢 是因为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因为这些人 没有在战事里面 战争里 帮助他 好小子 你们都不帮我打仗 把他都杀掉了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OK 他把那些 不帮他 战争里 不帮他的人 他的 以色列同胞 给杀了 他脾气不好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downhill 我们记得吗 downhill 什么意思啊 下山 下山 那这里什么下山呢 go downhill 什么意思 下坡路 走下坡路 走下坡路 从此就走下坡路了 这人从此不行了 不行了 OK 比如说他的事业 走下坡路了 his career goes downhill right 他的学习 go downhill 自从他谈恋爱以后 哇 马上学习不行了 马上考不上985了 go downhill go downhill OK 走下坡路 我也可以说我的心情 go downhill right 我的这个家里面 让我很抑郁 所以我go downhill 就是指走下坡路 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 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个人脾气不好 然后又杀了一群 他的以色列同胞 就是因为这些人 没有在战争里面 帮助他打仗 然后从那一点开始 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idol什么东西啊 偶像 偶像 他用金子 用金子做了一个 偶像 做了一个金的偶像 and he won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that 指的是这个金子 这些金子是他赢来的 他得到的 in his battles 所以这些人打仗的时候 是要顺便搜刮点什么的 是吧 打仗的时候要搜刮点什么的 打赢了 抢有一些掠夺物 抢来的赃物 这些东西 这家搜一点 那家搜一点 他两个金二环 他有个什么金项链 把他就怎么样 一堆金子 他就把他做了一个偶像 用金子做偶像 and then after he dies 在他死了以后呢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不得了 他自己做了一个金偶像 都是他抢来的金子 战争里面抢来的 他死了以后呢 以色列人就开始崇拜 worshipped worshipped the idol as a god 以色列人就把他这个金偶像 当成个神来拜了 好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这个cycle什么意思啊 循环 cycle这个恶性循环 是吧 就又开始了 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吗 过没有几天好日子 打赢了 OK 神帮助他们了 打赢了 好 过上几天好日子 又开始腐败了 又开始行恶事了 是吧 好 然后行恶事以后呢 然后又要受到惩罚了 所以这个循环又开始了 恶循环又开始了 OK Next main judge 另外下一个 main judge main是比较主要的 主要的事实呢 是谁呢 这个人叫什么 Jephetah Jephetah OK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mafia 什么叫做mafia mafia 是 黑手党 黑社会的 黑手党 黑手党 mafia 那个 就是那种 算是什么 搞帮派的大头子 那种 OK 搞帮派的那种 大头子 一样这样子 OK thug mafia thug 什么叫thug 暴徒 暴徒 OK mafia thug 所以这个人是怎么样 黑手党的暴徒出身 OK mafia thug 这个人就是很厉害的了 mafia thug 他是住在哪里呢 living up in the hills 住在山里面的 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什么宋江啊 啊 那里的宋江 什么山上的好汉 常常下来打劫啊 什么东西 OK anyway mafia thug mafia是那种黑手党 通常都是搞帮派的 像意大利的黑手党这种啊 这个中南美洲很多地方都有 都是黑手党 都是这种暴徒的 比如说像什么哥伦比亚 你知道哥伦比亚全世界最有名就他毒品 他们这个整个买卖贩卖毒品 这整个是一条龙 OK 所以他也是一个mafia OK 好 都是这种黑社会的 好 这个人住在山上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OK 当以色列的这些情况 越来越不好 really bad 非常不好的时候呢 相当不好的时候 这时候 the elders come to him the elders 这些elders是谁啊 elders 长老 长老 这些比较群众里面比较年长的 这些长老 哇不行了 我们现在以色列这个状况 外民族常常来打我们啊 比如神惩罚他们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要推个领袖出来 推个领袖 推谁好呢 张三领四 啊 这个人吧 这个人有权利 是吧 所以这些长老就 come to him 就来到他这里 begging for his help begging for his help 什么意思 祈求他的帮助 对 这些犹太人也真是的 OK 是没有错 后面这个谁写的 匪类啊 非常好 inna 这都坏蛋 mafia thug 他们居然 以色列人居然糊涂到 去求这个匪徒啊 是不是 坏蛋 求坏蛋的帮助 OK 好 然后呢 Jephtha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effective 什么叫effective 有影响力的 effective 你要想想 什么叫effective 偶效 老师 有影响力 偶效力的 非常有效率 做事 很有效率的 OK 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 领导者 leader OK 领导者 这个人很厉害的 他是一个effective leader OK He won 因为你去找他 对不对 那所谓的有效率 就是怎么样 他只要一出兵 他打 就打赢了 He won lots of battles 他赢了好多战争啊 against Ammonize 谁是Ammonize啊 亚门人 对 亚门人 OK 所以他 赢了好多次 对抗这个亚门人 OK 所以effective leader 就是讲 他怎么样 打仗 非常有效率 人家一出兵 就打赢 一出兵 就打赢 赢了好多次的战争 所以他说 他是一个effective leader 如果我们去求一个人 这人去打仗 哇 打三次 输两次 最后还有一次逃跑 最后找不到了 这个人就根本不effective 没有效率 是吧 effective leader 就是指说 他是一个很有效率的领导者 他带人出去打 没打必赢 打了好多次胜仗 对付这个Ammonize 亚门人 OK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好像在讲这个什么 连续剧还是小说 OK 好 very good 我们再往前面回来看一下 前面说 OK 我们讲到就是这个Gideon Gideon 昨天我们讲到说 哇 人家300人就打 打败一个大军 但是Gideon有他的缺点 他的缺陷就是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OK nasty 他的脾气很让人讨厌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他杀了一群的他的这个以色列同胞 这些人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杀呢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OK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downhill就开始走下坡了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走下坡了 好 这个人还干了什么事呢 Gideon还干了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OK 他从数次的这些战争里面 他赢得了很多的金子 the gold 他用这个金子来 he makes an idol 用这些金子做了个偶像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所以他死了以后 他做了个偶像 金的偶像 这个金的偶像呢 以色列人就来崇拜 把他当神了 把这个偶像当神了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然后这个循环又开始了 恶循环 以色列人就是老是这样子 过没几天好日子 然后又开始拜偶像 又开始做恶事 然后神又要惩罚他们了 好下一个 the next main judge 下一个主要的 这个事实是谁呢 Jabatah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mafia thug 马上就表达出来了 他基本上就是个黑帮的 这个暴徒 他就是混黑社会的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他就是跟宋江他们一样 住在山上的 住在山上的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当这个以色列的情况 真的是相当糟糕的时候呢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这些长老们呢 就来到他这里 跟这个黑帮的首领 黑帮的这个暴徒啊 跟他就求了 求他帮助 你手上有人了 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去打仗 打败这些欺负以色列的人 是吧 好 那这个人呢 Jabatah呢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这个人还真有效率 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对抗这个亚门人呢 他赢了很多次的战役 他都打胜仗 OK 好 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片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 可以分享一下 Pretty well he's a coward of a man but he eventually comes to trust that God can save Israel through him and so he defeats a huge army of Midianites with only 300 men carrying torches and clay pots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ephthah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ephtha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but he 好 他赢了好多次 OK 好多次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 再回到前面 来看一下 前面 重复一下 300 men carrying torches and clay pots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i a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ephthah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ephtha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but he was so unfamiliar 好 我们停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人就 他是这样的情况 最后找了个黑帮老大来 黑帮 帮忙打仗 帮忙打仗 不然的话打不赢 OK 好 我们来读一读 读一读这个 从这个Bergideon开始 Bergideon 我们请这个 这个是谁 这个是Ann Ann来好不好 Ann Bergideon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Gid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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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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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ty Temper Temper And he Gongsheng Yu Oh And he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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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unch of Israel Isra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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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sick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n judges Jephthah, who is something of a mother's son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sins get notifie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for his help. Begging.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ephtha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Effective. Effective leader. Effective leader.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ount of... Ammon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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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Doi fu. Doi fu this guy. Ammonites. Very good. 好,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Mafia thug. Mafia thug. Mafia th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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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fia thug. Mafia thug. Yeah,他是黑帮老大啊,黑帮的. Okay,好,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老师. Thank you. 好,接下来是英主。 英主来, but Gideon.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s,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ed the idol, or the God. Yeah. And the circle begins again. Cycle. Cycle.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Yeah,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ephthah,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then, since it gets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Mafia thug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Very good. Mafia thug. Mafia thug. Yeah. Yeah, not that thug. 今天学到这个, Mafia thug. Very good. Right, yeah. 试诗记里面是各路英雄好汉都有,也有这个混黑帮的也出来了. Okay. Thank you. 再来是Linda. Linda,来,Linda. But Gideon has... Temp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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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ty tempere.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ed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goes,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efferson, who i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o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efferson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Very good. Very good. 注意这个旺,OK? W-O-N-1. 这个就跟... 旺. 这个就跟...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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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发音,一样的发音,一样的发音,OK? 你会搞错吗? 我们会在句子里听到搞错吗? 不会,因为he won,right? He won. He后面不可能加一二三的一,对不对? 它就是W-O-N,这是一个动词的过去式. Win,W-I-N,现在变成won,对不对? W,OK,它是过去的,它赢得了这个战争,OK? Very good. 好,谢谢老师. Thank you. 这里有一个地方,我刚刚没有讲,who i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为什么要讲something呢? 这个something有没有一点奇怪? 他就是某种人物,就可以说something. OK,是很礼貌的讲法吗? 想想看,会不会很礼貌吗? 应该是不礼貌。 应该是不礼貌。 不礼貌。 把它都比成东西。 他就是个这样的家伙,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说,啊,他是个教授,你会讲说,he is something of a professor,不会这样子,对不对? 我们尊敬,啊,他就是个什么样的总统的时候,这些领导啊,什么,我们不会讲something of,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非常不尊敬的一个讲法,一个,他就是这么个东西,啊,他就是这么个家伙,这样子,这样的意思。 这种口气,所以我们对一般的人,你的老师,你的教授,你的尊敬的某某某领导,你绝对不会会something of,O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他这个出身不好,是吧?成分不好,OK,好,OK,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看一下这个,下一位,OK,下一位是,Esther, Esther,来,Esther, the Gideon. Thank you.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efferson, who i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efferson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Ammonites, right. 注意这个 begging,啊, begging,嘴巴不会太大, begging, yeah,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再来,这个是,Enly,来,Enly. But Gideon,来,Gideon.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od that he wins in the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or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efferson, who i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then Jefferson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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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lots of battles,这个w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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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一二三的一同样的发音. He won,he won lots of battles. He won lots of battles. Right. 他赢了很多的战役,很多都打赢了. Very good. 还有前面注意这个temper,这个是R的音,temper,跟temper,跟temper不一样,对不对? Temper是什么? 圣殿,temper,是L的结尾。 Temper,temper是他的脾气不好,nasty temper. Temper,yeah,temper. Very good,temper. 好,thank you. 好,再来我们看下面。 Sharon, Sharon来, Sharon. But Gideon. 谢谢老师。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irl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or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ephthah,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But Jephthah was a very, and, and Jephtha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M-nice. Very good,注意,ammoni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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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ght,这个effective,effective,它是有一个节奏感的哈,effective,这个C几乎听不到哈,但是它有一个停留在那里. Effective,effective,effective,effective. Effective,effective. Right,前面这个 elders,the elders,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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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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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老師. 好。 再來我們再繼續。 這個是Kristina來, But Gideon. Thank you,Gideon. But Gideon has a near the... No, nasty temper. Oh,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urlough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d that he ra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Oh, Israe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ight time man, Jephthah was something of the mafia God. Ma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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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fia that.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ot really bad for Israel,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ugging for his help. And Jephtha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 Orb-Aminite. Ammonite. Yang-Men-Ren. Orb-Ami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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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再來,再繼續看. Za-lài是,这个,188的Lidia,来. But Gideon has...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Gideon,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n's judge is a deputy who is something of the mafia dog. Mafia dog. Mafia dog. He lives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ephtha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Effective. Effective. Effective leader. Even loss or vital against the amunite. M. Amunite. Amunite. Very good. Amunite. 有些地方我们需要连起来读,比如说这个人,他把 a bunc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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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Okay. A bunch of, a bunch of,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Right. Okay. Thank you. Very good.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再看是, Jessica, Jessica来. But Gideon has, thank you, Jim. But Gideon has a lusty temple, and he model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or a nail.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d, all Israelites worshipped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And next man, George, is Joseph's thug, who's sensing of the mafia, some living up in the hills. Oh,所以这个, Mafia thug. Mafia thug.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osep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Thank you. He won Nata for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Ammonites.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Right. Thank you. 再来看下面是谁啊。 Rayba. Rayba,来. Okay. But Gideon has...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ephthah,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Mafia. Mafia thug.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ephtha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Very good. Ammonites. Very good. Okay. So, Mafia thug is our black people. 黑手党的这个暴徒. Mafia thug. 它是江湖人士. 出生江湖的. 好. 再来我们再看一下. 看上后面还有谁. 后面还有一个. Oh, Lydia. 055的 Lydia. The Gideon has a.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 here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runs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ephthah,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ephtha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nais. Okay. 好. 这个W-O-N 就跟123的E-O-N-E是一样的发音. He won. He won lots of battles.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nais.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nais.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每天念一念,我们嘴巴也会开。 Okay. 好,再来. Naomi,来,最后一个.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fellow Israel, a Israelite, for not helping him in t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asp. 这个是一样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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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不能读了。 我下次再读了。 Okay,好. Okay,好. 你不读就换我读了,哈。 Okay,好. Okay,我们来读一下。 Ayan,怎么样? 要不要读? 我想读,可以吗? 好,Begideon. 好。 Yeah,Be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bad Israel, for not helping him take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 clear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the old Israel was worshipped, worshipped the idol has saved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n, the next man judge is... 这个会图。 这个会图。 Jepit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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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at leading up in the field? Mafia Thug! Mafia Thug! And when they get ready for Ezra the adult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ad And uh... And uh... Jeketa Jeketa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The Genese Chet Amo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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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e Elders The E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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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Okay Okay Like But Gideam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 And t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apheth,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aphet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The Ammonites. Okay,好,我们现在回归一下正常的语速. But Gideon has a nasty temper and he murders a bunch of fellow Israelites for not helping him in his battles. And when it all goes downhill from there, he makes an idol from the gold that he won in his battles. And then after he dies, all Israel worships the idol as a god. And the cycle begins again. The next main judge is Japheth, who's something of a mafia thug living up in the hills. And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for Israel, the elders come to him begging for his help. And Japheth was a very effective leader. He won lots of battles against the Ammonites. 好,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我希望你们回去都能够多读一读, 多读一读,OK?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多读一读, 才能够把你们嘴巴的肌肉打开,OK? 打开,所以嘴巴的肌肉打开可以帮助你, 就是你把它养成习惯, 就不觉得脏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OK? 拿来就读,拿来就读, 不读,不会,你就查呗,没有关系,OK? 这个没有,所以你很, 久了之后你的肌肉自然就形成了,OK? 你就不会念出很奇怪的声音了,OK? 好,没有什么问题了, 还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了,OK,好, Thank you, 感谢我们后台也有一些那个姐妹弟兄, 不知道,好,弟兄, 这个后面来帮我们写了很多的补充的材料, 大家应该很重视, 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 很有福气, 比如说像这个是哪一位? Ashray,是不是? 他给我们写的有关于something of, something of的这个,OK? 这个是非常好啊, 他写的非常好, 好,大家可以要看一看啊, 因为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帮助我们很大, 也给我们很多的就是分享, 分享,让我们的课程就更丰富, 这样子, 好,谢谢大家, OK,好,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明天是, 你们是星期六啊, 早上七点半的时候, 有那个Valory老师的课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啊, 在她的课堂上, 可以学习到圣经的经文, 而且又可以很好的口语的练习啊, 希望大家有时间参加, 好, 谢谢大家, Thank you, 老师, 这个, 在哪个平台呢, 你说那个, 明天的早上七点半, Valory老师的课, Valory老师的课, 谁有她的那个, 发一下好不好, 发一下聊天里, 太改善了, 谢谢, 帝兄的问题, 没回, oh, fine, 帝兄的问题, ok, 好, 你有时间就, 跟我讲一下, 没有时间就下一次, 可以, 有没有, 有没有姐妹, 或者是帝兄,